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流血 他并不希望两岸越闹越僵 当年 我觉得这真是人间的惨剧 看着柴林念着三毛的诗 听到他念到点一盏新灯 我相信 等不到孩子的父母都点着一盏新灯 2003年大陆的抗SARS英雄蒋燕勇医生上书 中共高层要求平反六四 相信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邓小平的做法 胡锦涛或其他的中共领导人要面对现实 才能继续走下去 不管怎么说 学生在广场上流去了 过去国民党在昆明对学生做的事让他们转进台湾 共产党难道没办法获得一点启示 而昨天的苹果日报报道 六四学生领袖吴尔开西在6月4日凌晨跟几个朋友在夜店喝酒 哎 还可以再说什么吗 吴尔开西 六四那天你的心还在广场上吗 written by blackjack2005年6月8日 吴尔开西表示 每逢六四就心情沉重 所以当天才会去夜店喝酒 陈嘉明设苹果日报 去